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Easy Mandarin 常常有网友留言问我们如何地道地表达中文 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了10个在日常生活中常用到的表达 他人们虽然很短,但是如果你将它用到你日常生活中的话 别人就会对你的中文水平另眼相看哦 所以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看看这些短语都是什么吧 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第一个表达是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如果身边有朋友做某件事情失败了 你可以用这个句子去安慰他 他对应的英文是 It's not a big deal 所以如果有人失恋了,你可以跟他说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下一个男朋友会更好哦 好,一百兆 欢迎来到今天的Super Easy Mandarin 我是Super Easy,是Easy Mandarin 没什么大不了的嘛,我再说一次嘛 不会吧,就像英文当时Willy的用法 一般他表示惊讶或者难以置信 他既可以用于好的消息,也可以用于坏的消息 例如今天你朋友告诉你他中乐透了 你可以跟他说不会吧,表达你的惊喜 同时如果你的朋友跟你说他今天电脑中毒了这个坏消息的话 你也可以说不会吧,来表示你的遗憾和同情 我今天又要加班了,我要疯了 不会吧,你已经加班两个月了 是啊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要跟工作死磕到底 好,好,加油 加油这个词在日常生活中真的十分常用 加油的字面意思是把油加满 像是把人比作一个机器 用言语去鼓励对方 所以我们常常会用加油去鼓励和安慰别人 像是看比赛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加油,加油 去给我们喜欢的运动员打气 又或者有朋友要参加一个重要的考试 我们可以说加油,来祝他好运 还有些时候,如果别人遇到困难 我们可以说加油,去给对方鼓励和安慰 死定了,死定了 怎么了吗? 我忘记昨天是我妈生日了 不会吧 我妈一定很生气,怎么办 加油 中国文化是很忌讳说死字的 但是我们却有很多用到死字的短语 比如说死定了 这个词一般是在我们犯了错 或者遇上麻烦的时候用的 用来表示事情很糟糕 或者情况很危险 比如说偷开爸爸的车 结果撞到防护栏上了 这时候可以对着天空大喊 我死定了 你有拿出你的小笔记本 把我们分享的表达都记下来吗? 如果你想要本期视频相关的学习资料 请来加入我们的会员计划 本期视频的词汇表 语法讲解以及练习题都在我们的watchhip里面了 我们的学习资料会让你中文学习次半功倍哦 另外一个用到死字的表达是 用一个形容词再加上 死了 来表达非常的怎么样 比如说热死了 这样不是说一个人因为太热而死掉了 他只是说今天真的非常热 还有类似的表达冷死了 和烦死的 哦 渴死了 谢谢 啊 饿死了 饿死了 现在才早上十点钟 你怎么那么快饿啊 我没有吃早餐 怪不得 怪不得对应的英文是no wonder 通常是说话人在询问一个他好奇的事情 而得到解释之后不由的感叹 怪不得来表示一种情有可原 通常是用在口语中 诶 你今天看起来很不一样耶 真的吗 啊 是不是因为我今天剪了头发 哦 怪不得你看起来精神多了 恭喜恭喜 你是不是经常在电影里面看到中国人这么说呢 是的 恭喜对应的英文是congratulations 如果一个人身上有好事情发生的话 你可以说恭喜恭喜来表示祝贺 比如有人考上了大学 找到了工作 或者搬进了新家 这样对于中国人来说都是好事情 都值得被恭喜 或者过年的时候我们经常都会说到 恭喜发财这样的吉祥话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找到新工作了 真的吗 恭喜恭喜 我也有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啊 我考上研究生了 恭喜你 你也要加油 你也是 随便吧的意思是 没有特别的偏好 可以接受各种选择和安排 所以通常在日常对话中 当你需要做选择的时候 而你没有明确的喜好 你就可以用到这个词 比如 中末跟朋友讨论要看什么电影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特别想看的电影 你可以说随便吧都可以 关于随便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当你让女生做选择的时候 她们通常都会说随便吧 但其实她们不是没有明确的喜好 而是在等待你说出她心中的想法 像这样 我要饿死了 我们去吃饭吧 好呀好呀 你想吃什么 随便 我吃什么都可以 嗯 那我们吃牛肉面吧 怎么样 牛肉面那么热 我都热死了 不要 嗯 那我们去吃烤肉呢 烤肉 好油哦 怪不得你最近都长胖了 那三明治你觉得怎么样 随便吧 但是你不觉得三明治吃不饱吗 你到底想要吃什么 随便啊我都可以 另外一个有趣的表达是再说吧 它字面上的意思是下一次我们再聊 但实际上它可能表达的是委婉的拒绝 例如一个男生喜欢一个女生 他邀请这个女生吃饭 但是如果这个女生对他的回答是不好意思 我有点忙再说吧 其实这就是暗示对方 他在拒绝对方 他不喜欢这个男生 死定了 我这个月胖了三斤 夏天要来了 怎么穿裙子啊 有什么的减肥就好了呀 要怎么剪呢 明天跟我去跑步吧 明天我可能有个早会要开再说吧 不会吧那么巧 那周三跟我去做瑜伽呢 怪不得你最近瘦了 原来做了那么多运动 那你继续加油 我先走了 小心也是常常会引起奇异的一种表达 小心对应的英文是be careful 但是这个词在中文中的使用 却远远超出be careful可以涵盖的范围 小心这个词最常使用的方法是 老师或者家长跟小朋友说小心 来提醒小朋友注意安全不要跌倒之类的 但是在成人之间 告别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说小心 像是聚会结束之后 我们会跟朋友说 回家开车小心 或者路上小心哦 这种表达当然不是说 我担心你回家路上会跌倒 而是朋友们习惯了的告别方式 我们今天就这样吧 我要回家了 好你新工作要加油哦 好的你路上要小心 好你也小心 拜拜 拜拜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十个非常地道的中文表达啦 哪一个表达让你印象最深刻呢 快来留言告诉我们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下期视频我们会告诉大家 在中国有哪些事情是一定不要做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